当着隔壁店家面 直接拆掉人家的广告 柴俊行老板娘怒气冲冲 然而除了拆棋 柴俊行老板娘 还会不识登门理论 怎么回事 原来新竹北门街这家彩讯行 被邻居给投诉 上门买彩讯客人 因为城隍庙夜市场 生意很好 客人聆听的车子 时常挡住出入 好疫情彩讯行 提醒客人移车 却还换来店家 国骂问候 不止美容店感到不变 连同街上数十店 也不甘骑扰搬走 事实上看看 彩讯行就位在路口 由于整条路属于双向单线 根本没有停车位 不能想象 只要一台车停在店外买彩券 就会造成困扰 然而彩讯行业者 只顾做生意不愿改善 逼得隔壁店家 搬着搬 租了租 有苦说不出 没停车位 导致客人车辆占路 连邻居插起广告 也觉得碍眼 虽然店前的 骑楼马路属于工友 但店家之间为了生意 为此争吵 层出不求 但如果事情再闹大 双方都未必站得住脚 继合蒙前言静语 新竹报道 教授 瑞 津 感谢观看